他是不是两岸政策的前例吗 那我认为啊 侯友宜不管如何做 不同不独播 他会承接这条路线 只不过要换另外一个包装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有话直说的主讲人张有和 铁血探长侯友宜代表 国民党参与大位之声 那很多大陆的朋友都问我一句 侯友宜会不会是两岸的千里马 九二共识能不能维持 我特别开这一集 就是答复我大陆朋友的质疑 确确的说 侯友宜是跟大陆是有交手经验 尤其是前老胡事件的时候 他跟中国大陆的确是有交手的经验 他算是这三位人选当中 唯一以技术官僚的身份 进入大陆谈前岛不安 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得出来 侯友宜对于中国大陆并不是不了解 那柯文哲也因为上海论坛的关系 上海论坛的关系 双城论坛的关系 他也曾经去过中国大陆 他也曾经到过延安 尤其柯文哲选台北市长前夕 曾经去过北京上海 然后到延安 柯文哲也算是了解 大陆 唯一读赖清德 赖清德去上海 他也到复旦大学曾经演讲过 所以这三个人 我们可以看 一个是以探长身份处理青岛湖 一个是以双城论坛 为一个中介点 那赖清德到上海去推销台南水谷 各位看 这三个都有所谓的大陆经验 当然这个大陆经验是好是坏 那是另外一回事 然而我就说到了铁血探长 侯友宜是不是两岸的千里马 今天先解释一下九二共识 九二共识这个问题 大家讨论了很多 各说各话 但是他有三个核心要子 第一个核心要子是 一个中国 第二个核心要子是反对台独 你第三个核心要子是共谋统计 那统一是未来事 一个中国是现在事 那反对台独是现在进行事 这个是我的比喻 那我是简单来讲 因为一讲到九二共识是非常的复杂 但是那我不在这个地方做无谓的争辩 我只是把九二共识的精神 把它讲出来 一个中国反对台独共谋统计 十二个字 非常清楚 简单明瞭 唯有这个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之下 台湾跟中国大陆才能签署那么多的协议 如果没有这个九二共识的话 这些协议通通无效 这个就是民进党为什么一方面骂九二共识 一方面又要享受国民党的和平红利的原因 所以呢 民进党可以不必讨论 只要你前人重处 我就后人成良 正如同民进党的经济政策做的一塌糊涂 可是他还在吃奖金国脑本 一方面对两奖编施 一方面吃两奖的资本 这个就是民进党 因为唯有做一个市场的区隔 民进党才能够骗票 好民进党我就不讲了 我现在讲柯文哲 柯文哲对于九二共识 他曾经讲过什么两岸一家亲 未来一中啊等等那些 但是柯文哲真正核心的两岸政策 他是讲不清楚的 然而大陆很多朋友问我 你何友宜怎么看九二共识 我说何友宜讲的非常清楚 一个中国 然后反对台中 但是他反对一国了之 那换句话说 他反对的是未来 那现在跟现在进行是 他应该是受到 马英九安全幕僚的影响 然而就是说 他能不能够对两岸 他是不是两岸政策的签例吗 那我认为 侯友宜不管如何做 不同不独目 他会承接这条路线 只不过要换另外一个包装 他不能够照抄马英九的原版 那同时他也要对九二共识 进行再定义 就我所知 九二共识再定义 侯友宜的幕僚正在思考 所以我们整体来看 所谓的九二共识 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九二共识 要等到侯友宜正式提出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讨论 那事实上也很多人讲 说侯友宜的两岸政策的路线 越来越靠近民进党 这道未必 这道未必 只不过他还没有思考好 他要做一个什么样的论述 那毕竟 国民党的党章规定在那个地方 当然你可以不遵守 但是我们现在话说了回来 他会不会是两岸和解的千里码 这个是要等他正式提出的时候 我们再做一个客观的评论 那事实上 我讲的是只是我个人的意见 并不代表我友谊 我只不过就我个人的观察 我提出了这一些看法 我来答复我大陆的那些好朋友们 因为他们非常关切 这件事 但是关切归关切 毕竟侯友谊才刚刚获得提名 你要看到 他的两岸政策究竟如何的话 也要等他白皮书出来 或者政策说明书出来以后 我们才能做一个适度的评论 我认为你说我的战略能道 感谢观看